姜濤的數據排名成績 今天是2023年5月8日 昨晚就看完這個Chill Club的頒獎典禮 自家電視台的頒獎典禮 對於我的結果 網上也有一系列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宣傳 但是如果想聽一些比較客觀 以及一些比較舒服的分析 當然是客觀 我經過大量的數據去看 聽我之前剛剛出的一段影片 希望大家喜歡 講到喜歡 大家當然要聽每一天的 姜濤數據排名成績這些報告 風雨不改 每一天都會有報告出 就算任何的時間 我們都會繼續出片 除非高等仔 有些什麼意外出不到 譬如電腦問題 現在應該沒有的 所以這個報告我們今天出 今天是5月8日 為大家帶來 姜濤十首自己作品的歌曲 十胎的作品 剛剛youtube出了報告 非常之好 有很多資訊給大家看 特別是大家最近 姜濤在復償 在復償工作 廣告等等 對於這些成績表 都有很大的影響 以及支持度是不斷上升 非常之厲害 看看大家這個報告是怎樣說的 距離上一次釋放 youtube report 大約過了半個月有多 基本上 十首歌的排名 基本上 沒有太大的改變 今次report 今次report 講來有一些歌曲 非常之厲害 他的升幅 就在大家預期之外 我先講一講 第一升幅最大就是 作品的說話 以0.73% 成為這個report的第一位 第二個升幅最厲害 就是 Dear my friend 0.57% 接著第三個升幅最大 就是這個 鏡中鏡 0.5216% 第四位就是 一鏡中鏡 第四位就是 一圖種子 0.5211% 接著 第五位就是 蒙雀嘴雪愛里 0.508% 其實作品的說話 他現在就是 這個 總點擊率 就排行 第四位 第一位就是 Dear my friend 2,284萬 第二位就是 蒙雀嘴雪愛里 2,104萬 第三位就是 Masterclass 1,346萬 第四位就是 鏡中鏡 1,338萬 第五位就是 作品的說話 1,333萬3 OK 那個數字就是這樣 其實 在於其餘 另外五首單曲 升幅都不錯 介乎 在0.3至0.4之間 其實 那些升幅通常是說 蒙雀嘴雪愛里 升幅達到10萬以上 Dear my friend 達到13萬以上 當然 計算一下 如果說的最好 就一定是 作品的說話 作品的說話 作為 姜濤的 2022年的一首新曲 大家都覺得 是應該要支持的 因為現在第11首單曲 DOMMY 對現在都還沒有出 當我們看到 其他MIRROR成員 都在出新歌 是不是 Edan 都在出新歌 那時候 但是姜濤 就好像 夾逢在這個 出新歌 與未出新歌之間 為什麼呢 上當日 在這個 西九文化音樂節 那時候 姜濤已經演繹過 第11首單曲 DOMMY 但是當大家為之著弱 終於 都出第11首單曲 終於 我們就可以等到 自這個 作品的說話之後 終於都有一首新曲 可以聽 但是問題上就是 到了今時今日 2023年的5月8日 都還未出到 第11首單曲 反之而 其他的歌手 就是不要說其他歌手 你只是說這個 MIRROR成員 那些新曲 都不斷出 不斷唱 是吧 但是姜濤 已經超過 終於說得到 超過一年 是未出過新歌 你對比起這個作品 那些說話 他已經上榜 373天了 已經超過了一年了 是不是 對不對 他都還未出到新歌 那大家 一方面就非常之心急 究竟什麼時候出出 另一方面就是 唉 沒辦法了 唯有怎樣 沒有新歌 聽就先聽著舊歌 而聽著舊歌 通常 在一個串流平台 通常會派一些 最新的歌給你聽 而在說 姜濤 最新的歌就是作品的說話 是不是 超過一年有多 那如果我是公司 即是我是MakerView的話 我就會相當之羞恥 作為我旗下 最紅的一個歌手 作為我旗下 最賺錢 我真的從那個雙型角度去說 MakerView如果 但憑姜濤賺錢的能力 一定是十二指最高 但是問題上就是 他賺錢的能力高而已 但是那首新歌 你都釋放了出來 在西九文化中心 你都釋放了出來 證明你已經搞定了 好了 到現在 拍都沒有 對不對 姜濤只不過是有一次 訪問之中 輕輕大學說 大約五月 大約五月就會出了新歌 那現在都五月 八日了 MakerView 你究竟是何時 可以出到這首新歌給我們聽呢 等到我們 因為你可以理解 姜濤上次的音樂節 那個表演 已經唱了出來 證明已經灌錄好一首單曲 那為什麼你不放上串流平台呢 其實你灌錄好 你暫時放上串流平台 讓我們先欣賞 好了 有些人說 幫MakerView說話 因為 那首MV 就未拍好 剛剛 姜濤先去完台灣 剛剛去完台灣那裏 就去 拍這個新MV 所以 暫時未出 但問題上就是 你不需要那麽 你不需要那麽 固執地 你有MV又要出 你的首歌 又要同一時間 以往都不是的 以往你出了新歌之後 才再出MV都可以 對不對 你這次又有什麽 這麽堅持這件事呢 我這件事是想不明白的 老實說一句 你現在 上次 其實你已經 即是怎麽說呢 你已經是錯過了一個 最好的優勢 就是說 這首歌已經播出來了 是吧 現場演藝又演出來了 但是 大家就聽著那晚的演藝 聽好多次都未聽 都未聽完 都未聽到正版出來 即是我自己這樣說 未聽到正版出來 大家就望眉止學 唯有聽著一些舊歌聽 但是 我都是一早強調 如果到時 到今時今日都還未有消息的話 我建議Make a View 倒不如將這個 第十七首單曲都未 放在這個串流平台先了 你放在這個串流平台 讓大家欣賞一下 這樣 至於MV 你就慢慢做 你喜歡做多久都可以 你起碼讓別人聽了這首單曲 聽一下 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姜濤想說什麽 因為你現在的時間 是叫做偷食了姜濤一些歌的時間 是吧 你其他成員都在出 是吧 Edan又出了一首 叫做說AI 即是說那些 Trump AI 那些最新的話題 最Hit 但是姜濤都還未有歌 唉 我都 真的 看見這個作品的說話 那個點擊率就不高 證明大家都很心急 大家都很心急 是聽姜濤的新歌 乃至到 要聽回一首最舊之中的最新那首歌 那你說有什麽為呢 作品的說話當然是受到值得追捧 但他自己本身的價值也都高 是不是 作為2022年最新推出的一首歌 是不是 他作為一個中段 中段的一個小總結 是不是 他講到 他希望用他那把口 用他的作品 去大力宣揚他自己的一些想法 和理念 他自己作為一個歌手 他希望去反戰 應對回當時社會的局勢 那當然 那時候的社會 即是那時候的戰爭的情況 到現在都依然在進行著 那你都可想言之 其實那首歌 都還未update 還未update 還在update 是不是 即是 經過了一年了 他那時候宣揚的大愛 反戰的意識 今天都依然在適用 所以你都可以說 可能公司說 不用這麼著急 就是我自己這樣想 都不用這麼著急 他首歌都未update 當日說的事情 現在都未發生完 是吧 都是在這裏 這個世界都在打仗 所以不用這麼急 他首歌都未來 我們不是萬工出世貨 但有時候我告訴你 這個世界 即可能很多時候 可能萬工出世貨 都是一個很好的理念 但是 這個在於一個當紅的藝人 上位 是不是 很多人去支持 很多人等著他 俗稱叫做開飯 是不是 很多幕後的工作人員 那你就不能夠萬工出世貨 什麼叫做當紅炸子雞 是不是 你想當紅 你想炸子雞這道菜 你是不是攤凍才想給別人吃 那人家都吃不到原汁完美 當然現在炸好了的炸子雞 又馬上放上袋給別人吃 就是正如姜濤 是不是 那時候 OK 出完作品的話 你說經歷過紅館事件 接著經歷過腳傷事件 又經歷過斥渣樂壇 鏡中鏡被欺騰攻擊事件 乃至到後來一連串的情況 未是適合出新歌的 都理解 但是現在 已經一切按部就班 是不是 是吧 絕胡絕絕 復出 都一段時間 是不是 已經是在這個大眾傳媒 都出現了好一段時間 大家都很努力這樣去支持姜濤 但是到今時今日 這首新歌都依然未見蹤景 反而是作品的話 大家都在吹著藥捧去聽 對不對 當然這首歌 他的idea 現在都未過期 甚至是在一個中段來說 姜濤作為全方位 在這首歌全方位的導演 這首MV都值得一看 因為這首歌除了他的歌值得一聽之外 其實他的獨特之處 就是要你連同MV一起看 你連同MV一起看 看到姜濤作為反戰 宣揚和平大愛的信息 整首歌是很值得大家去細意欣賞整個MV 但是當然一句 你一定要看整個作品的話的MV加上歌 這樣才得到最大的享受 而姜濤作為這個導演 也拍得出他這一首歌的一個很大的主張 整個MV為了同一班人 逃避戰火 躲進一個避難的空間 他當中有觀察每一個人性 他還用最大的努力去宣揚愛與和平 這首歌這首MV是做得相當之好 我基本上每天都有看 他當中提到我們一些時代 近這一百年之中 這個世界經歷的一些戰爭的名場片 他裏面都有提到 叫我們先反思 不要再犯這些錯 不要再重蹈覆徹這些戰爭的和害 到最後他都宣揚一個和平大愛的信息 所以作為一個偶像來講 作為一個偶像來講 他不唱一些情情太太的歌 他反而去唱一些宣揚自己的理念 或者是一個世界宏觀的價值觀大愛 其實是相當之難得的 對不對 你看一下如果以一個歌手 那時候我們上一個年代 在講二三十年前 那些歌手都是以一個 特別是偶像歌手 他都是以一個唱情歌 去講情情太太 這些叫小愛的模式去運作的 當然那時候我們自己香港人都是很受諾 這些講情情太太、情愛的歌曲 亦都造就了很多不同的歌手的成名和成名作 但去到今時今日 2023年 那個世界又有些轉變了 即是他作為一個偶像歌手 他又不走這個情愛的方向 他反而是在講中 去走這個宣揚自己的一些理念的歌曲 想說 即是說真的 想說一些東西給大家聽 那 所以我們就要支持 所以我們就要去告訴別人 你聽我們是支持姜濤 因為正正這些這樣的嘗試 是令到姜濤就沒有一個限制 他不是限制某一個角色某一個氣氛 他是全憑自己想做的創作 用作品去講他自己心裏面所想講的東西 那這件事就是值得我們一直支持姜濤的意思 所以這一首作品的說話 去到今時今日 升幅也是第一位 絕對是我們要繼續支持 那另外一首 升幅得最厲害的一首歌 第二位 就是這個 Dear My Friend Dear My Friend 就是20.57%的升幅 那我現在都是 在姜濤十首單曲裡面 最高點擊率達到2284萬 快要衝破2300萬 那大家可以慶愛一下 其實他現在基本上 每天超過35700多人聽 那如果按照這個理念 一個月就超過百多萬 一個月就超過百多萬 其實我想在 可能6月之前 應該可以過2300萬 那相當之厲害 雖然 Dear My Friend 已經上了640天 即上了榜 即已經兩年 接近兩年 去世 或者叫做氣勢 依然是無減 都依然每一天 這麼多人聽 那麼 Dear My Friend 就沒得說的了 他一定是姜濤 一個里程碑 來的 因為作為一首歌 他是用一首歌 去紀念 一個過了生的朋友中鋒 是近這幾年來 是小見的一個作品 亦都很大膽的一個嘗試 因為他在這些歌 不是一些大陸歌 即叫做帳面上 不是一些大陸歌 他直接把他自己的經歷 通過一個MV 去拍了出來 一次他跟一個好朋友中鋒 從小到大玩大的 由他識於微時 大家一個籃球場 大家是一個波友 細說他們之間的夢想 坐在球場之中 大家拿一支無糖可樂 其實那時有沒有何糖可樂 不知道 總之拿一支可樂 通常都是 一群年輕人 打完籃球 滿身臭汗 接著就在講自己的理想 中鋒可能是說 他只是想做一個普通的 喜歡打籃球的人 做一份穩定的工作 沒什麼大運緣 但是姜濤 在那一刻就跟中鋒說 我將來一定要做一個明星 我要讓全世界都知道我的才華 我要宣揚我自己的理念 當然中鋒都一力支持 在後來很多訪問之中 都知道 姜濤和中鋒 在這個理想上是有分享到的 而這個理想分享到 亦都是講到 姜濤在這個參加不同的活動 或者不同的比賽 或者是全民造星的期間 中鋒都一直有支持 一直是有支持到姜濤 去這樣做 對不對 所以 在姜濤的心目中 中鋒一直在支持他 當他開始在他的成名道路上 略見成績 略見成績之後 一次打球 他打算跟中鋒說 最近真的很有成績 誰知道打完球 就出現了這些問題 就真的出現了姜濤的好朋友 中鋒 心後童的入了醫院 就此就過了身 即是你可想而知那種傷痛 你可想而知姜濤面對這些痛楚 面對失去了朋友的一種愛傷 令到他可能造成一個很大的傷害 甚至需要一個很長時間的療癒 正當他不知道怎樣做的時候 他那時候想起大家坐在球場那裡 坐在球場那裡 大家在那裡聊未來的理想 他就記得他想做一個明星 所以做唱歌 想做一個很好的歌手 跟著 跟著 他就想到了 那我一定要作一首歌 去為這件事留一個紀錄 一個人 我們經常說 一個人 他的死亡是分開三個階段 第一個死亡 就是肉體的死亡 他的肉體離開了世界 他的貢獻 他的一切紀錄 就停在那個時空 但是 這個只是肉體的死亡 第二個死亡 就是說 他的所識的人 所有記憶的人 全部都已經不在這個世界上 那就經歷第二次的死亡 第三次死亡 就是講一切關於他的事跡 他的所有的事情 都消失了 那就徹徹底底的死亡了 所以 所以 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說 姜濤 作這首 Dear My Friend 就是希望 藉著這首歌 去紀念他的朋友 而 希望 令到他的 第三個死亡 拉長 是不是 因為第二個死亡 是說 他的 明白他 或者知道他 的人 的離世 這個事情 都無可避免 但是他的影像 他的歌曲 將會為他的第三個階段 延長 因為這首歌 都傳了我們的流傳 傳了我們的歌聲 傳了我們的網絡媒體 或者我們的下一代 繼續聽姜濤的Dear My Friend的話 中鋒都未真正死亡 姜濤都不會死亡 他的精神力 依然都會繼續去支持我們 支持在我們心目中 所以由此種種的理念 或者不同的做法 令到Dear My Friend 一直都高居在一個點擊率 在姜濤十手洲之間 是最受歡迎 最多人聽 這個就是Dear My Friend的一種魅力 是不是 而且作為一個歌手 我剛剛也說到 阿姜濤 作為一個偶像歌手 他沒有把自己的情情 搭搭 放在他自己的作品 很少 自出到內來都很少 多數都是講他自己的 一些理念 一些信念 而Dear My Friend 也可以做得到 當然 作為中鋒 在天之靈 見到一首歌 是為他而寫 而這個寫歌 或者是創作唱的人 就是姜濤 現在最紅的明星 雖然《古物論》 他昨晚 在這個Shift Cup 也得不到金獎 有很多人為之震怒 有很多網民為之震怒 但是我作為支持高登 即是支持姜濤的一條頻道 高登仔 我是很明白 現在究竟是發生了什麼事 我也都希望透過剛剛 六點鐘速的片 去告訴大家 即是一個安慰 和大家一個理解 現在發生什麼事 所以我們現在就集中 看姜濤的成績 不是一樣這麼好嗎 Dear My Friend 沒有問題 繼續這麼多人支持 這麼多人聽 所以其實就是這樣 第三首 即是點擊率最高的歌 就是這個 鏡中鏡 鏡中鏡就是第三 一號總之是第四 鏡中鏡就沒得說了 鏡中鏡 唉 即是怎麼說呢 為什麼這麼多人聽呢 當然是得到不同的傳媒朋友 或者YouTuber的幫忙 但是當然其實他自己本身都厲害 他自己本身上榜491位 現在都達到1338萬的點擊率 上升升了0.521% 平均每日就達到27254人去聽 成績都相當之好 即是在姜濤的十首歌之中 他無論在點擊率和上升率 近來的趨勢也是非常高 當然他自己本身這首歌 一出的時候已經是很有響力 他是說2022年1月2日出的 然後三個月後就出鏡中鏡 理論上再七月就應該出到第十一首 當然後來發生什麼事 大家就知道 那麼鏡中鏡是去年年頭出 依然都是這麼多人聽 就跟他所宣揚的一個理念 就是很重要 他當中其實是在說很多東西 他其實在說這個鏡中鏡 是在說他自己的故事和經歷 姜濤 其實他說自己整個MV 都是在逃避一些Haters 他在逃避一些網上的欺凌 他在說他自己成名之後 對於外界的一切聲音 他其實一開始是抗拒 因為大家都知道 他作為一個明星 一定有人喜歡 一定有人不喜歡 你斷不能夠是全部人都喜歡他 這件事大家都明白 但是不喜歡他的人 他會無時無刻 七二四這樣 他每一天都去攻擊姜濤 那些氣體雖然我們已經盡力去阻止 但是有時候這個網絡世界是無邊無際的 很難去阻止 但是他想通過這個鏡中鏡這首歌 他告訴你 當他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對於這些外界一切的負評 是抗拒的 去抗拒 去逃避 去面對 然後 後來都發覺 當你嘗試抗拒和逃避 好像我們 好像我們作為一條頻道 面對這些個案 去抗拒 不當他 逃避 當他一切透明 然後他都是慢慢 就是他不會消失 所以 然後姜濤也說 他最後去到中段 就很急 他急須於去反駁這些不實的言論 以及去對抗這些言論 你出一個post 我就出一個post 你去對我有無理的 之後我就去解釋 對抗 去出片 去對抗 對嗎 由此種種 然後他用這個對抗的方式 都是無保於是 高登仔也分析過 對不對 你越對抗他越興奮 有些人是這樣的 特別的hater 通過對抗的層面 去令到自己有一個存在感 他覺得在生活上 他不能夠得到一個滿足感 他在網絡上會抹黑別人 他滿黑一個最紅的鏡頭 讓別人理他 讓他有一個存在感 是不是 這個也是一件可悲的事 然後到最後 他反省了 反省 領悟到 最後用一個 鬆容 面對這些負評 面對這些hater 然後還繼續去的道路 明白到 這個人生最大的敵人 不是人家 是自己 而他自己 你也要學會他面對內心真正的恐懼 認識和接納自己 才可以戰勝的心魔 這個就是 鏡中鏡 即是 他想表達的意思 最後最後 唯一令到自己強大的 只有自己 是吧 所以這一首歌 亦都是 講的 對於姜濤這種心路歷程的成長等等 都非常了解 所以鏡中鏡都成為一個很好的 一個代表作 對於姜濤時代 但是 當然 後來 就因為這個 唉 戚差樂壇 這樣 頒獎給姜濤唱鏡中鏡 因為那時候 姜濤 剛剛腳傷初遇 希望把一個最好的狀況去表達給大家看 結果呢 就引來一大群不知所謂的hater 去攻擊姜濤的表現 這樣 一度呢 就令到整個氣氛就凍結了 令姜濤都停了一段時間去更新了 但是當然這個時刻已經過去了 我們反觀回 看鏡中鏡 真是他裡面說的話 對應今天姜濤早排面對的壓力 面對的挑戰 是非常之合適的一個狀況 所以 近來也很多人聽這個鏡中鏡這樣的歌 相當之好 相當之合適 這個就是姜濤在鏡中鏡所表達的意思 所以中方回這個成績表 在YouTube去十首歌 現在當然已經超過一億 一億個點擊率 一億零二百九十二萬 OK 他現在的上升率是達到 來的報告是上升到五十幾萬 上升了0.51% 這個點擊率就相當之 告訴大家 一個就是姜濤的支持率是越來越大 越來越多人聽姜濤的歌 越來越多人支持 姜濤的數目越來越多 所以這個就是姜濤的成績表 YouTube 如果十首歌來說 每日超過十五萬人聽 成績相當之好 這個就是一個簡略是講一下姜濤的十首單曲的成績 成績相當之好 當然傳統媒體和其他YouTuber不會說的話 由高端仔這條頻道就告訴大家 姜濤的成績 好了 好嗎 今天姜濤的數據排名成績就是這麼多 2023年5月8日 明天同一時間 我們繼續講姜濤的成績表 拜拜